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把我们的节目连结分享出去 你只要动动手指头 就可以让更多人看见我们 听见我们就是对我们最棒最棒的鼓励哦 那一样的呢 现在呢我们的最新线上课程 我想跟你好好说凯云老师今年度的历作 把他过去二十几年来 对很多关系沟通表达很深刻的理解 放在这门课程里 他跟坊间许多在讲 怎么说话不太一样 他不只是谈怎么说 而是你们的关系现在走去了哪里 那你们的阶段里要怎么去建立那个安全感 然后才会有深度的关系 鼓励你现在就加入 现在加入有最早鸟优惠2024哦 非常吉利的数字 好那我们上一集啊 有聊到关于嘉玲在陪病家人这边 有一些体会跟发现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 关于陪病家人这个议题 那我先说一个 就是大概让大家有个概念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从2005年到2015年 全球忧郁症患者大概已经超过了3亿 嗯 占全世界总人口大概4%左右 而且这个人还 这个人数还一直在增加当中 那如果回到台湾 其实我们大概有200万的忧郁症的朋友 可能是他发病过 或者他正在发病 都在这200万里面 是是 那我们假设如果一个朋友 他大概有两三个家人的话 我们大概会全台湾有四五百人 都在这个 都曾经当过陪病家人 对对对那像上一集啊 203集我们就是聊到 嘉玲的妈妈的状况嘛 那她跟我们分享很多 就是当她的子女在第一线 的一些情况 就是嘉玲这个部分 要不要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就是 其实在我妈还没生病之前 我对忧郁症已经不陌生 刚才宜选讲的那个数字 真的是蛮高的 我自己的学生里头也蛮多 我知道他们其实有在看精神科 然后也有一些服药的状况 好那 忧郁症这件事情已经被 就是被很多的宣传啊 教育 这十几年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忧郁症的照顾者 就是他们的状态 是比较少去讨论的 真的真的 然后我自己在这过程里 有三个发现 好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 其实在照顾的过程里啊 我会 至少是我 我会经常感觉到 非常多的自我怀疑 OK 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内疚 特别是你的身份 跟专业对不对 对 当然 我当然知道 这是个非理性信念啊 没有很规定 我学这个就不会遇到嘛 就家人不会 可是心里头难免都还是会想说 连我这么有资源 这么有概念的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那些没有这样训练的人 会多无助 对 会多无助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内疚 就是我上次有讲 我有带我妈去做心理智商嘛 对 然后因为对我来讲很有用 所以我就会希望说 她也去试试看 那她也去了 可是后来之后 她告诉我 她不想再去的时候 我那一刻有一种 我是不是强迫她 我是不是一厢情愿 真的 就是我的训练告诉我 要完全以个案为中心 可是我好像一直在强迫她 做很多我觉得她该做的事情 是是 正因为我有很多的训练 所以我的招数又比别人多 你知道吗 然后我的母亲就要一直一直 去尝试 然后我也会去说服她 做一些事情啊 什么的 可是她却都一直在告诉我 没有用 其实我是会内疚 我心里想说 我到底在给她资源 还是给她很多的压力 是是 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病人的痛苦 有点像月亮你知道吗 怎么说 她的痛苦来的时候 她的忧郁是很显著的 她就是会 会被看得见 然后所有的焦点 所有人都绕着她转 然后我会有感觉 就这过程当中 我所有的不耐烦啊 痛苦啊 或者是失望啊 沮丧啊 我的那个痛苦 有点像小星星你知道吗 对相对来讲不重要嘛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家人身边 对我也会跟我自己讲 好虽然我现在很挫折 可是我可能回去睡一觉起来 明天看到你们 不要在我妈旁边 我就会好一点这样子 所以那个久了之后 我就会发现 好像那个痛苦 开始就变成她比较严重 然后我们在旁边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 也不要说 因为说了之后 只会让她更亏咎 会增加她的负担 然后也会让她很难过 所以她其实一直是 没有办法去正视的 对 对 对然后好像不值得去提 可是我想跟你说 我花了蛮长时间发现 这件事情是需要 需要说出来 但不是跟病人说 就是跟 你身旁可以给你帮助的人说 让他们知道 其实你是有辛苦的 对 那像 其实比如说 很多时候 各个学派对忧郁症的看法 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弗洛伊德 他对忧郁症的理解是 他一个人上失了 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 因为某种原因 他没有办法表达 向外表达 或是他不想承认 所以就变成了自我攻击 变成往内的内在攻击 其实忧郁就是一个 一直在自我伤害 自我责备 的状态 那当事人 因为各种原因 没办法表达 所以这也不是 你的责任 对 但是我有发现 其实某种程度 我所失去的也是会造成 我忧郁的原因 比如说 我妈生病 对不对 对 某种程度 我丧失了母爱 哦 就我一直说 他之前是一个 功能很好 很好 然后很爱 煮东西给我吃 做饭 我突然有一天 在家里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原来我很有可能 再也吃不到 他煮的饭 那一刻的时候 我发现 我好 我好遗憾 或是我好 我发现 原来我有失落 对 那因为我之前 一直处在一个 照顾他的位置 一直想要帮他 好起来的位置 我就会看不见 我的失落 是 然后我就发现 如果我没有办法承认 我上司的某些东西 然后把它表达出来 我久了也会变成 自我攻击 内在攻击 所以我也会变成忧郁 哦 所以我就 为什么 我说我很想来做 陪并家人 就是 你上面 第一集 上一集有讲到 那个英国作家 他妈妈生病之后 久了他跟他爸爸 也都有忧郁 也都有忧郁 我觉得是同样的 就是 因为在病人旁边的痛苦 就像小猩猩一样 你都会有一种 说的没意义 好 可是你又失去了 很多重要的东西 需要表达出来 好 对 然后 而且 我觉得 忧郁症患者的那个痛是 可以理解他很低潮 对 可是陪并家人的痛是 你看着一个你深爱的人 可是你无能为力 哦 一边是忧郁 一边是无力 然后两者都看不到镜头 真的 两边都很痛苦 然后一个是外伤 一个是内伤 嗯嗯嗯 对 所以 而且陪并家人常常会 自我对话说 不行 我必须撑下去 他都已经这样了 又更压榨自己 对 如果连我都倒了 那不就怎样 有没有 所以 我想告诉大家 要一定说出来 你的失落 你的 你的遗憾 你的痛苦 找可以说的人说 是是 不要自己压着 大家要记得 杨老师这么用心的 做了这两集 要尽可能的把 我们的连结 给需要的人 好 那刚刚这个是第一个嘛 第二个就是 其实那个 陪并的过程里 你会搞不清楚 你自己的存在 对于当事人来讲 是好的 还是比较差的 这我前面也有讲一点点 比如说 因为我要带我妈 去看医生嘛 那看医生 当然不是你去就可以看啊 对啊 要等啊 然后我 因为来来去去的 我就会发现 我就会观察 后诊室的其他病人 OK 对 然后我就会看到两种人 一种是自己来的 他没有陪病的 哦 真的哦 那我通常会看见 不是每个人啦 但那部分 已经可以自己来拿药 定期回来拿药 状况好很多了吧 对 会比较好一点 那有一些是正在发作的 就是他的病程是 急剧下降的那一段 就是我妈 我说他从遭遇到 忧郁的那一阵段 他们的陪病家人啊 我会发现 第一个他们 身上都有一种 很重的感觉 很重的感觉 不是体重的问题 是你会感觉到 肩头上好像 扛着很大的 是一种垂坠感吗 很压力感 压力感 然后 如果你们有机会 跟忧郁症 很正在发病的人说话 你会发现 他们是没有办法 好好跟你说话的 他是没有办法 跟你沟通的 你对他的任何的 指 就是互动 都是要用指令 下指令的 比如说你现在 吞下去 两颗药吃下去 明确简短 对 那你现在我们要走了 你先去上厕所 有点真的是在跟 小朋友 小朋友讲话一样 对 然后 我觉得那过程 很像是病人 很像是妈 然后我很像 她的缰绳 就是 我不想要这么做 可是 如果不这么做 她甚至都不会动 她不会动 或者是她就 不知道要去哪里 她就会放空 放就是 就是 完全没有功能 动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是路人 嗯 你看到这个情境 你可能会很直接的归因 就是她的家人 对她不好 她才会忧郁 这样太粗暴了 就是 对 可是我想告诉 大家的事情是 当这个 忧郁症 正在发作的时候 而且是 急性期的时候 嗯 当事人是 几乎没什么功能 嗯 好 所以就是 身边的家人 这样子去对待她 跟照顾她 是有必要性的 对 可是我也会一直怀疑 我不能好好 跟她说话吗 懂 就是那会有 很大的 拉扯感 就是我不想 这样对她 可是我必须这样对她 你那个当下的 情绪负荷 跟情绪劳悟 非常非常大 我想所有的 就是 陪平家人 应该都是这样 甚至不是 忧郁症的患者 可能是 更重症的病人 嗯 也是这样的 就是有时候 病人在那里 已经他没有办法 做任何决定 所以你必须 帮他做一些安排 嗯 可是 你真的没有办法 用最理想的状态 跟他互动 是 懂 对 懂 那种挫折感 好 那刚刚这个是第二个嘛 还有第三个 就是第三个就是 那个付出 一直付出的过程 你会有一种 能量全部被吸光的感觉 吹狂魔吗 对 有一点点 嗯 对 然后你会很想 得到一个感谢 可是那感谢却很 嗯 很不容易 比如说 我刚才前面讲佛罗里德 我现在来讲个荣格 荣格怎么看抑郁症 怎么看 抑郁症的根源 是来自于 病人的心理能量 他要从外面的世界 转换成内在 从外面有意识 要转换到内在的 无意识 潜意识 OK 所以呢 抑郁症的患者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们是没有能量 缺乏能量 而且没办法注意力 注意力是没有办法集中的 所以我说 你在他旁边 你会一直下指令 对 他没办法感知 外在的生活 他已经完全顿逃到 内在的状态 那荣格说 这个时候是潜意识 在告诉他说 嘿 不要再管外面 那个世界了 你要请你注意我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OK 非常的荣格的话 对不对 是 但我想告诉大家 我妈的无意识 我很清楚 但她本人并不清楚 这是最大的辛苦了 她本人没有办法 从外在世界 转到内在世界 这个是我训练了多久之后 我才明白 人终将要向内看 可是回到我妈身上 我怎么跟她讲说 你现在生病了 你要向内看 我们不要再一直想说 要找什么方法 我们回头看自己 真的太难 太难 这对长辈来说 真的是好大的限制 跟跨越 对 特别是老人的忧郁 所以呢 我就 我当然很知道 我妈的无意识 她这辈子的议题 就是她其实也是个控制欲 就需要需求比较高 然后她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急的人 所以她会得焦虑症很合力 是 就是她本来就是发病 几率比较高的人 我讲一个例子 好 即便她发病了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没有改变 好 因为我刚才 我上一集有说嘛 就各种病都要去看 然后后来 我就让她去看中医 大家如果有去看中医 就知道中医要等很久 然后我妈就会 想要早一点看嘛 因为她就不想在那里 她就坐立不安 你知道吗 可是 她就会把生病当丑嘛 你知道吗 她就会跑去跟医护人员说 我有焦虑症耶 可不可以快一点 然后你知道 现场所有人都在等 然后我心里想说 不要这样 让人家很为难 我觉得一个她讲 不要这样 慢慢等 等下就轮到你了 什么 她就听不了劝 你知道 有点像小朋友 然后而且你一直劝 一直劝 劝到第三个小时 的时候你就崩溃 劝到第三个小时 就是你会在那边 一直等啊 我也会崩溃 就过程当中 前前后后怎么等啊 等医生啊 过后啊 等医生啊 等药啊 等什么的 等什么的 反正进去出来 大概两三个小时 然后 我后来就会放空 我后来就学会 她要怎样就让她去 就让她去 因为我会崩溃 所以 反正 我后来就发现 有些人 就会体谅她 就愿意让她 然后我 以前我会觉得 很不好意思 我后来就觉得 我要客体分离 这是她的努力的结果 她自己享受 好 我没有 期待她这么做 但我也不要 因为她一直这么做 我一直觉得 你想要控制她 不要这么做 对 对 反正 她也没有 伤害到别人 是 就这样 我不要再 一直把那个压力 你那一刻 你也放过你自己了啦 对 我只能一直放空 就是 她的情绪很满 所以如果我的情绪 一直跟着她 对 我也会变得很 起起伏伏 你就会跟她共舞啊 对 然后所以我后来的策略 就会是 就是我会让我的情绪很低 好啦 那你再讲一下 杨妈妈后来回家 有一个很可爱的怕 所以我知道 她的议题 她的潜意识里头 就是会有这种 她想做到的 或想干嘛的 她就要马上嘛 对 那她也知道 这会让旁边人 买松 对 然后 每次开车 大家回家 快要下车的时候 特别是在 快要下车的时候 因为前面就会吵嘛 对 或者是无止境的 惹我这样 跟你在那边 Dub3Go 然后她下车都会说 谢谢我女儿啦 谢谢你带我看医生 然后我那时候 就很想给她一个白眼 我就心里想说 你可不可以 好好对我就可以了 对 就正常一点就好 但是没关系啦 这就她的 她在选病 好 刚刚杨老师 跟我们分享了 三个陪病家人 很有的真实情况 那我接下来就想要问家琳啊 这个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 真的会让你觉得 要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真的 想要帮助陪病家人的朋友 千万别说的话 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面对忧郁症的患者 你就不要跟他讲加油啊 或者是你想开一点就好啊 这大家现在都已经有共识了 对 那你就千万不要跟陪病家人说 说什么 你要不要带他去干嘛干嘛干嘛 我那个谁就好了 可是我很好心欸 我也是想帮忙啊 我收过的建议就是 你要不要带他去做法会 要不要带他去念心 你要不要给他吃什么 然后我那个什么药 为什么说这不要讲的原因是 病人其实自己真的都会找方法 如果他有需求他会问你 但是你想想看哦 如果他前面已经一次两次参试了 而且这么多长的时间 挫折累积到最后 听到任何的建议都很逗 懂啊 而且 而且你在听到的时候会有两个 两个很矛盾的讯号 一个事情是 你听了一个别人有用的东西 你也会希望你的家人好起来 对不对 对 可是你也知道前面已经试过非常多东西 再来一次又失败 然后又失落的时候 其实你要花更大的力气 再让病人好起来 好 所以是跟不是都是挫折 懂 不是的时候你会有内疚 会不会其实这是方法 但试了之后也会有一个挫折 就是如果没有好的话 你要花更大的力气 因为试了就会有期待嘛 对不对 然后期待落空的时候就觉得 对 双重挫折 所以特别是别人生病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看不下去 我们自己不舒服 所以我想拿掉你的不舒服 比如说我自己过敏 我就常常在我过敏的时候 我身边的人就会很想告诉我说 你要不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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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都会想说 不要再跟我讲 偏方了 因为我能试的都是了 那就像我前面讲 如果这个病我真的拿不掉 我就是只能跟他共处 对 不要一直想要把他 想要消灭他 消灭他 对对对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你也不要一直跟他讲说 你多陪他 为什么不要多陪他 因为你不知道他前面陪了多久 然后再来你 你知道那个陪跟你平常跟朋友吃饭 陪是不一样的陪哦 你跟平常家人朋友吃饭聊天的 那个陪他是舒服的 对 你是有正向的情绪的能量 对 可是你陪一个忧郁症患者的时候 那个陪是很辛苦的 而且我觉得 如果你跟忧郁症的家属说 你要多陪他 其实也意味着你在暗指他 没有陪他 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我前面有人讲 刚刚忧郁症在真的发作的时候 认知能力是会下降 就我妈来讲 我的 我常常都跟我妹啊 跟我家人开玩笑说 她现在就跟我那个 我妹的女儿侄女 四岁 我觉得他们认知功能是一样的 可是你知道陪一个小孩玩 再怎么累啊 你那个心的累 都不会像陪一个老人那么累 因为小孩你看得到成长 未来 对 然后他会有一些 他下次就学会了 或者是你上次跟他讲 他有记得 可是你陪一个老人 然后心智能力 四岁没有两样的时候 你会很挫折 那个挫折就来自于 第一个 你跟他之间 他是你的父母亲 他是权威者 假设他现在坏掉了 然后再来对他来讲 他是老化的过程 所以你其实是不太能期待 他越来越好的 对 对 这很考验我们的理智 对对对 所以就是 请 不要一直告诉他 你多陪他就好 这个病就多陪就好 好 这个病不是多陪就会好 当然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该 该协助的 可是我想跟陪平家人 就是如果你真的累了 就去休息 好 这是第二种 不要讲的话 然后如果你有看见 陪平家人的口气 不是太好 请不要那么快地指责 他一直都是这样 因为很有可能 这已经是他今天的临界点 就是不要跟他说 你就是对他很凶 他才会生病 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你可能 你就直接跟他说 我知道你现在累了 对 要陪一个这样的人 很辛苦 就好了 这样才是真的对于陪病家人 有帮助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那嘉玲 接下来如果我是陪病家人的朋友 我真的很想为他做点什么 我也不说那些话了 那我还能做什么呢 你的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直接让他去休息 为他创造喘息空间 对 就像我上一集有讲 我后来找到社区资源 不是只是为了我妈 更是为了我爸 是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 就是没有把这个资源给找来的话 我爸就会是下一个倒下的人 如果我爸都倒下了 那我跟我的手足只会更累 对 对 对 真的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意识到说 我不太可能去教育我爸 说忧郁是什么 然后病程又是什么 然后药物治疗是什么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 他需要的事情就是 他的辛苦有被看见 对 然后在他真的真的 二四小时黏在一起 然后我妈会一直黏着他 然后很多的情绪都灌给他的时候 让他可以离开 对 然后不要自己撑着 就是一开始其实 我的直觉的想法都是 啊那我去找认识的医生 心理师 我来想办法找资源 可是我后来发现 如果我能早一点意识到说 社区的资源 是可以运用的 是可以运用的 我可能 我不知道 因为人生没有没有如果 没有如果 可是我现在的 我的经验就是 急早起 这两件事情不冲突 对 就是找找医疗资源 跟找社区资源 嗯 这两件事情可以一起做 并行 对如果病人愿意的时候 让他多出去 对 你就不用一个人在扛他 真的 真的 对 然后像 比如说我觉得你做过一件很贴心的事 嗯 是什么 上一集不是有说 员工旅行我带我妈去玩吗 对 然后放上去换一下心情 对 然后我就得跟她同住 不是同住住得很辛苦吗 就是他夸张到我连吹头发 怎么吹 他都有意见 然后我洗完头应该要马上吹 所以还是我可以先去上保养品 他也要管 哦 就是你知道吗 他把他所有的焦点都focus在你身上 而且他不意识你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我已经四几岁了 他也觉得你十四岁了 这也是好事啦 不是好事 但是我就怕他咪笑了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你们也都知道 我就一脸已经很臭了 对 然后怡璇 怡璇跟我妈比较熟 怡璇做一件事 我已经很贴心 就是他就把我妈找去他旁边坐 比如游览车的时候 他就叫杨妈妈去跟她坐 嗯 然后因为我妈呢 就是一个对外人会比较好一点 但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蛮多人的 共性的 对对对 很多老人家也是对外人会好一点 对啊 他比较不会那么的 直接把情绪都丢出来你知道吗 所以就怡璇就陪我 后面就我在没力的时候 他就陪我妈玩 嗯 然后让我妈还是 该玩的有玩到啊 该陪讲话的有讲话啊 然后我可以在那边放空 对 对 这真的是身为朋友可以尽的绵薄之力啦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帮呢 不要一直在跟他讲道理了 嗯 对 除非他有问 嗯 不然的话你就是让他可以休息 就是在自己可以做的范围里面 去为朋友创造一些喘息空间吧 对对对对 有点像是小孩你知道吗 你去跟妈妈讲说 带小孩怎样亲自教育怎样 你倒不如就让他可以去做头发 嗯 你好好去洗头 对 你小孩放我家两小时 对 这其实意义重大 嗯 对 因为他必须充电完之后才能回来 嗯 好啊 对 然后像 像那个时候比如说中医嘛 我不是说我后来就发现 哦 他真的会让我崩溃 因为要等很久 我后来就有时候会 给我朋友 打电话给我朋友 说你可以出来吗 跟我妈讲一下你的成功经验 嗯 我觉得我很感谢啦 这一路以来 就是每当我求救的时候 或是我打电话 都有人回应你 对 然后我就说 我需要什么资源 然后大家就会很愿意 其实求助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是幸福的吧 就觉得 对 就是自己 应该做的没有太差 嗯 对 就会有一种 其实 因为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这是一个很 煎熬的过程 嗯 所以你过程 你真的必须帮自己 创造很多正面的 经验跟资源 你是没有办法 从病人身上得到的 对 所以你需要从你其他的 我一直觉得 呃 治疗忧郁症 它有点像是 一层又一层的社会网 嗯 病人是第一层 然后他的家人朋友 是第二层 可是家人朋友 还需要下面更大的一层的 去支援 嗯 去支撑 然后一层一层的 接住 每一个人 不然一个人 真的很辛苦 对 然后就是 安安稳稳的 妥妥的 陪伴这个病人 或者是陪病家人 走完这整个过程 是 其实忧郁是会过去的 好 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书上看到的啦 有一个英国作家 他对抗忧郁的方法 但这个英国作家 不是我们上一集 讲的那个索罗曼 就是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 他用这个方法 去感受那个病人的需要 跟陪病家属的需要 是 会有什么感受 这个英国作家 他对抗忧郁症的方法 就是他每天都规定自己 写十句话 就是有点 他找事情做 把自己的时间塞满 然后跟这个忧郁症共处 然后他会把这个感受 写出来 寄给他的朋友 那他写出来的句子是什么呢 我等一下 一比一的念给大家听 大家先有点心情准备 英国作家写说 我的忧郁达到了最惊人 最折磨人的程度 我整个人都坠入了深渊 心里充满了黑暗的想法 所有的理性都弃我而去 对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然后一切都显得无意义 都那么的沉闷乏味 我觉得这个英国作家 他很真实的说出自己 这是必须要做的 我也很赞同 那后来有一些学者 他们也很认同这样的做法 因为其实书写 他就是透过一种理性的思维 你去描述你自己的体感 然后他是一种帮助 你的脑袋维持合理化 理性想法的一种方法 你就可以去意识 你不合理的 不理性的那种 忧郁的状况 只是呢 如果 如果我自己是 那个作家的朋友 我其实收到这样子的信 我会觉得 而且他每天要寄给他朋友 对 我就觉得他朋友好伟大 我会觉得 我坦白讲 我会觉得 我收到这种信 我会心情很沉重 所以 依照这样子的经验 我其实可以很容易去累推到 陪并家人 他们有多大的负担跟压力 所以我也很想跟陪并的朋友说 你们真的很重要 你们一定要先 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对 那 可以照顾你的方法 其实我真的就觉得是 有一段好的关系 我刚刚突然想到 我补充一下 好 我想要就是对家人说话 就是 这过程当中 我首先先感谢我的父母 伸了很好的手足给我 对 就是 在这整件事情上 我的手足都 一起 很努力 然后大家能 贡献什么 就贡献什么 比如说 我比较知道医疗 那医疗的部分 我来负责 那 可是我想跟大家讲啊 在这过程当上 我有刻意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 虽然我是那个最懂 医疗的这个部分 可是我没有让自己 扛下所有的一切 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 家里那个兄弟姐妹的群组 那就我们三个 然后呢 我就 如果我今天去看病 医生说什么 我就会 尽可能大意的 在那个讯息上面 打 然后让他们懂 然后如果有的时候 我真的真的忙不过来 我其实也会让他们 就是 有的时候我会请我妹 跟我一起去看医生 的原因是因为 我假设有一天 我真的有什么状况 我没办法的时候 还有另一个人知道 对 有个直带的概念 嗯嗯 直带好 对 好专一 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 有些时候我只要生这个病之后 家人之间也会开始有很多的纷争 是 这件事情我是一直放在心上 嗯 就是我一边在照顾 我的母亲 但一边我在平衡 我该给什么样的讯息 嗯 让我的手足又 一直知道状况 可是同时不是把压力传下去 嗯 而是让他们知道 我们现在走去哪里了 我们现在 我妈现在又做了哪些事情 他们都一直知道 所有的医疗 我们一起做了什么事 然后效果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讯息的透明度 其实是蛮重要的 OK 让更多的人 就是我一直在讲 不要一个人撑着 嗯 会很无助 很黑暗 嗯 你尽可能的 让更多人一起来帮忙 一起知道讯息 是 就会 嗯 心里也会比较平衡 嗯 那当然这时候会非常考验 你怎么说啦 对 就是你怎么表达一个讯息 然后对方可以接受 接受到是你好的心意 而不是指责跟责备 嗯 对 那这真的就是非常考验 嗯 每一个人过往 在沟通表达上面的一个经验 但没有关系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部分 不是你擅长拿手的话 凯玉老师的最新相当课程 我想跟你好好说 对 就是来告诉大家 像这种遇到关系里的寒冬 嗯 该怎么面对 对 嗯 你可以怎么样好好的表达 是真的只表达出你的心意 而不是去丢出太多 会破坏安全改的事情嘛 对不对 嗯 好 所以现在加入这门课程呢 只要2024 这是我们陪伴大家 跨越2024的一个心意 那这个早鸟的优惠假 只到1月18号的晚上9点就截止了 所以在听到讯息的同时呢 一定要记得首刀加入 那你加入的同时呢 也要记得下载我们的APP 你可以在我们的APP上 非常顺畅的听我们的课程 然后你可以看 一边看讲义 然后你可以一边写笔记 享受很完整的学习体验 对 你可以到APP Store跟Google Play 搜寻起点文化 启动得起 嗯 好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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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